今天我们节目中的第一件大事呢 就是要为一位寿星宫送祝福 成龙大哥六十大寿 祝大哥健康长寿快乐每一天 其实咱们的成龙大哥 每次过生日呢都特别令人感动一点 是他无论收到多少钱款的礼物 最终都是用来做慈善的 没错所以呢就在生日到晚 成龙大哥振臂一呼 一群大腕都跑来先爱心了 像有这个江文 葛优 黄渤 赵本山 李宾宾还有崔史元等等等等 瞬间就募集了七千万的善款 李冰冰 白颜松 谭庚 江坤 瞧瞧 要不怎么说是成龙大哥呢 从新偶像到老前辈一王大进 恐怕也只有交友广泛的他才能做到 为了庆祝这个六十岁生日 黄渤愣是发着烧就来了 听说你今天发着高烧来的 特别不容易啊 表示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 还有啊 你见过谁能让江文这样的汉仔 在红毯上跪着签名吗 你见过谁能出动江坤这样的老前辈来辟谣的吗 他有一个像孩子一样的心 而且呢成龙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说什么 他闭着眼睛在正前睡觉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他是每天最早到会场 最晚一个离开 每一秒钟都在使劲瞪着眼睛 就那天不知怎么让 眨了一下眼让人给拍下来了 说他是睡觉 从年轻的到资深的 成龙处处睡得开 连在邻邦韩国的影响力也毫不逊色 瞧着一水的寒流明星 小编也都快看花了 想要让大伙记住你 还是得有点招牌动作才行 红毯上有高调形式的 也有低调走开的 葛大爷和赵本山 过去是不想要宣明夺主 在和大家打了照片之后 以风一样的速度 搜搜地前往那场 拦都拦不住 吸引著明星前往的晚宴 究竟啥样的 咱们梦工厂 收到了成龙方面的独家邀请 这就带大家一看究竟 在前往那场的通道上 布置着成龙各个时期的剧照 以及活动照片 包括成龙的影迷们 在大哥号召下的捐款记录 我是做一个平台 希望呼吁大家一起做 其实我带动很多人 我很开心 带动我的影迷们 带动全世界的影迷 寄钱给我 不知道有没有挂出来 有有有 一块钱 有的有的 你看他们给一块 我给两块 其实我希望带动更多的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 我们大家一起做 而进入这次的晚宴会场后 小编也全身心地感受到 乖乖 这与其说是个生日派对 还不如说是秦光璀璨的盛典好吧 各路明星会见老友 合影拍照不亦乐乎 看到你们真高兴 各路老友一阵寒暄后 晚宴正式开始 在简单的武术开场之后 手心成龙上台 开口就对大家闲谢之歌 一切众好友前来捧场 我要说是谢谢你们 真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要说为啥能有这么多明星前来捧场 当然是和成龙大哥 评语里的仗义分不开了 别看这众星云集的 有点抢风头的意思 寿星宫自己倒是一点不介意 后来他就讲你坐 我说不要坐 很麻烦 坐吧坐吧 你可能过了六十之后 你就赶了 我说对啊 我趁那个六十 其实六十是假的 趁那个六十岁 我跟大家一起 全世界各地的 咱咱咱咱咱咱啊 广东啊 咱咱咱咱咱咱 这是最重要的目标 然而和华丽的明星卡斯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大哥六十大寿的菜色 什么 就是两碗面 一点小菜 就把大家打发了 你有所不知 这其实是在贯彻大哥 一直以来 不铺张浪费的作风 他不喜欢浪费东西 所以他每次点菜 越点越少 我从认识他到现在 他现在几乎 我们两个人出去 或者是五六个人出去 三四个菜 你们都饱啊 饱了可以 不要点太多 这就是成龙 我就问他 你现在那么有钱 你那么省干嘛呢 你要花不完 对不对 他说我这个钱 我要留下来 后来我知道了 怪不得那个人 那么用心 帮他做这次的商务会 房主名 但是他告诉我 他说放心 我这个钱 不会留给房主名 我可以大部分 放到成龙基金 帮我去管 OK 捧场的话 说的差不多了 老友难得聚集 怎么也该来点爆料互损吧 谁会是这个 跟寿星交情最铁 说话也最不留情面的人呢 答案就是 曾志伟 所以请你来 我第一 很感谢志伟 他可以 一年前 跟他的约会 他可以忘掉 打电话给他 还在拍戏 你说有人会这样子的吗 一年前 我做完我的生日 他就来 志伟 明年我要做 你帮我当主持 我好啊 讲完接触 就没有再跟我拼面了 也没有再说 连昨天 在这个晚会 也没有告诉我 然后晚上就哪来 你明天什么时候来 我说明天你们的国拍戏啊 说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我说一年前 讲完你就没有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说我告诉全世界 你在做我的主持 你不来 我说你全世界的讲究 你告诉我 我说啊 这位险些没法来的主持人同志 大哥大树之时 咱要不还是稍微熟练点 我能不来吗 对啊 六十岁就这么 对不对 就这么一次是吧 去年还不想到你能不能过 现在进去完呢 这就是我跟他的关系了 娱乐牧场北京独家报道